本台记者在日前接到爆料 指称中共当局下发通知 要求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所谓的 反邪教法治知识竞赛活动 而且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法轮功信仰团体 这一做法被认为是前驴技穷的中共 洗脑失效后被迫推出的另一手段 而中国的学生还有学者 也呼吁抵制这种违法的行为 中共当局竞技界六五普法宣传 再次掀起一场所谓的反邪教法治知识竞赛活动 本台记者日前接到的一份通知文件显示 浙江绍兴市每个学院被要求组织各年级的每位学生 参加浙江省所谓的反邪教法治知识竞赛活动 在活动期间各个学院组织全体学生 浏览一个名叫凯峰网的网站 了解考试详情及试题答案等 文件显示这次的所谓竞赛 共设置五千余个奖项 最高奖项为五千元奖金或等值奖品 其中的试题中就有专门针对法轮功的内容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对中共的做法表示不屑 他认为当局不必花费这么多心思组织竞赛 只要把法轮功的一些著作放在学校的图书馆 就可以让学生看清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 法轮功现在有很多网站 这些网站也不要封锁了 不要搞屏蔽啊 让大家自由的阅读 让他们来分析这个法轮功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几值 搞这个竞赛花这么多钱 劳民上台啊 这份通知并要求答题学生要提供本人所在地和电话号码 答题后还需要截图保存交给班主任 竞赛答题要在10月17号之前完成 并下令各学院力争答题率100% 从这些手段来看呢 它是防止这些学生不参加 包括提的这个答案是现成的 你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谁敢去说跟这个答案不一样的东西呢 所以他有目的地选择了这个口 就是为了给学生洗脑 原因就是怕学生支持和同情法轮功 中共镇压法轮功已经长达14年 法轮功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显示 有30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此外一些国际调查机构也开始着手调查 中共涉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 邢天行认为中共这次所谓的反邪教活动 根本是要学生们参与最大的违法行为 如果说这些学生和家长都能够意识到 参与这种活动本身 就是参与中共的最大的违法 因为搞这种活动本身它就是违法的 它谱什么法呀 它也是从最根本上践踏人权 浙江省一名高三学生表示 如果自己被要求参加这样的竞赛 肯定会自己去辨别判断 不需要他来提供答案 大纪元系列社论就凭共产党指出 共产党的本质就是一个危害人类的头号大邪教 而且它把邪教国教化 它根本就不容学生独立思考 必须靠死记硬背共产党的标准答案才能及格 感谢观看